大家好,歡迎收看明彪虎樂頻道 很開心看到來到MWC 記賣的標的等級越來越高 高級品牌的萬年曆和陀飛輪的記賣數目也越來越多 甚至連三文也有 看到MWC 標櫃的品牌這麼百花齊放都真的很開心 歡迎大家繼續加入MWC的Consignment Community 以後大家就可以很方便地火魚輪轉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近期MWC 記賣的一隻HMOSA Pioneer的Torbeon 事不宜遲,去片 眼前看到一個墨綠色的標盒 這個綠色也是我非常喜歡的色彩 這裡寫著HMOSA 一個很美、很有質感的木盒 我們先打開它 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先拿出錶 這就是我今天要說的主角 HMOSA NC型號38040900的PioneerTorbeon Rose Gold的限量版 首先要感謝各位師兄的支持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給like,share和subscribe這個channel 還可以追蹤MOSA的Instagram 看看漂亮的照片 明錶玩樂頻道就是一個以廣東話分享的手錶平台 8%香港製造 都不斷收到世界各地師兄的支持 就算移民到其他地方 都會準時收看我們逢星期四晚的MOSA直播 一起加入百花齊放的環錶文化 MOSA在尖沙咀的實體店 提供一站式的手錶的賣平台 說這麽快都快到一周年了 已經成功幫超過一千隻手錶 找到新主人 免他一切要賣錶時候 單打獨鬥的煩惱 如果要賣錶 找到我們幫你們攪拌 就安心又放心 如果想知道詳情的話 可以留言到MOSA的官方 就在moc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 6899616找我們 期望MOSA見到大家 HMOSA這個品牌真的很特別 喜歡的人會覺得很特別 而不喜歡的人都會覺得它很奇特 的確,以傳統的瑞士錶來說 HMOSA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因為通常如果是傳統有歷史的品牌 Marketing都會偏向傳統銷售工藝 但HMOSA在2005年的品牌復活之後 一向都是玩我行我數的態度 就好像為了全Made in Swiss 就製造了一隻芝士錶 又為了全Apple Watch 就製造了一隻App Watch 所以HMOSA賣的都是他們的態度 不過呢 並不代表他們的錶是不行的 只是玩標期立二 相反 他無論是工藝和機心 都是瑞士頂級的水平 就好像我非常欣賞 HMOSA的萬年力機心 他可以向後調校的日期 以及他整隻非常簡約的設計 都是我心目中的萬年力No.1機心 我就覺得 兩代一個品牌是否頂級的定義 就是有沒有製造三大複雜機心的能力 三大複雜機心 就是萬年力陶菲倫和三文 而HMOSA的萬年力 我在很久之前都已經拍過影片 今天就來和大家分享下一隻 HMOSA的陶菲倫 我手上的這一隻 就是HMOSA在2019年推出的 Pioneer的Torbeon 先說說這款錶的基本規格 它的直徑是42.8mm 厚度是15mm Luck to Luck的距離是51mm 而錶二的闊度是22mm 它的防水有120米 還有一個非常拱形的藍武石水晶鏡面 錶殼就是紅金再加入DLC製造的鈦金屬 錶帶就是一條橡膠帶 而錶革就是一個DLC的鈦針扣 可以看到打磨仔細看 都做得非常漂亮 這個錶殼採用了流線型的設計 整個設計是 看上去是非常典型的MOSA 旁邊除了有拋光的紅金之外 看到還滑空了 露出了裡面有DLC的鈦金屬 其實這個錶殼主要是鈦金屬 外面是包著實心的紅金殼 而錶盤 一個MIDNIGHT BLUE的煙燻面 以及一個簡單的兩針設計 配上梅耀金的INDEX 還有六點鐘位置 這個永遠都會令你分心 看不到時間的陀佛輪 整個外觀設計 是非常具有現代感的 而煙燻面的太陽放射文 再加上紅金的金光閃閃 整個外觀實錶拿上手 都非常非常搶眼 雖然這隻錶的精華都在錶面上 但是反轉到錶底 其實看上去的樣子都不太差 配備了HMOSA自家製造的HMC804 自動上鏈陀佛輪的機身 性能方面 震頻是21,600 動力儲備是72小時 這個機身最大的特點 就是用了扁平雙油絲的設計 這個設計可以互相補償 使用了扁平雙油絲的偏差 使走時更加穩定和精準 而且可以改善單油絲的磨擦效應 使走時更加精準 而且HMOSA的機身 還有一個可拆式的琴重系統 整個結構可以一體式拆出來 所以維修非常方便快捷 最後當然要回到這個錶面 去欣賞打磨得這麼漂亮的飛行陀佛輪 其實說真的 以現代手錶來說 陀佛輪已經沒有實際的功用 所以一隻陀佛輪漂亮不漂亮 最主要就是看它的造工打磨漂亮不漂亮 這一方面 一用我這個微距鏡放大來看 就一清二楚 這個打磨水平絕對對著頂級瑞士品牌的水平 我現在示範一下這個手錶的操作給大家看一看 由於只有兩針的設計 操作非常簡單 首先把霸底扭開 雖然它是一隻叫做Dresswatch 也有鎖入式的霸底設計 所以它有120米的防水 然後向上轉 就是上鍵 如果把霸底拉開 看到一個台飛輪還會繼續走 它沒有一個停廟的設計 通常台飛輪都沒有停廟 除了浪格之外 只有浪格才有這個台飛輪停廟 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調校時間 看到那個是可以轉得很快的 每一手鍵都可以轉到一個半圈 這個效率非常高 好 調校完時間之後 把霸底扭開 按完位 鎖緊 就完成這個手錶所有操作了 我現在大順手給大家看看 對於我來說 這隻差不多43mm直徑的錶殼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稍稍是偏大的 而這隻錶 偏向Dresswatch的設計 令到這隻錶更顯大 所以如果是洗手腕的師兄 就可能要看看自己能否接受到這個尺寸 不過雖然我不太適合戴這隻錶 但如果純粹以一個欣賞的角度看這隻錶 我覺得這隻錶的確是賞心悅目的 MH Moza 最Signature 的煙燻面 本身已經非常搶眼 再加上金光閃閃的錶殼和Index 和錶面的陀飛輪都非常絕配 看到拱形的藍屋石鏡面 令到以上的賣點變得更加立體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戴錶 有搶眼效果的話 就絕對要留意一下這隻錶 這隻的H Moza Pioneer Torbeyon 官方定價 是59,900 水浪 限量只有50隻 以一隻頂級品牌的陀飛輪來說 定價也算是相當合理 現在它已經在MWC 記賣 當然這個記賣價一定有折扣 如果想用一個合理的價錢 買到一隻一步到位的頂級陀飛輪的話 而且這隻的限量數目沒有那麼少 快點上來MWC 看看這隻錶的實物 詳細的資料可以留下 MWC 功夫網站 MINGOChannel.com 或是WhatsApp 68899 或是聯絡MWC Sales Team 來下訂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開箱分享 如果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LIKE SHARE 影片 以及按鈴鐺訂閱我的頻道 我一出新片 就有一定的時間通知到大家 如果想知道不同的中標設式式的故事 可以加入MINGOChannel的Facebook之外 如果想賣錶或是賣錶 可以留下MWC 功夫網站 MINGOChannel.com 如果大家看影片 還好看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IG MINGOChannel 你們的支持就會繼續關心最大的動力 下次再見 拜拜